跟我講話的時候 眼睛會那種 不自覺的一直往旁邊去看 往旁邊看 很像有人在旁邊這樣子 盡力 但是力量很辛苦 要希望大家平身而出 每天都睡不著啊 包括國際人的道徹 包括國際的一些國家的那裡 我的哥哥 有通到電話嗎 有通到電話 有喔 他們只能照自己的樣子 他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眼睛會那種 不自覺的一直往旁邊去看 往旁邊看 很像有人在旁邊這樣子 他到的時候 剛開始三天都有打電話 第五天失戀 第六天失戀 我要瘋了 因為當下 第七天他回我了 他說他的手機沒有網路 然後換地方 我不太敢去問他說 你到底在哪裡 這句話我不敢講 因為我很怕說會被監控 然後我就說你不能視訊 他說有 好 視訊了 他只在他的臉 他就老實跟我說 他是要去出國打工 我說是去哪裡 他說監管在 我說做什麼的 他說在招募的 財務的 人事部的 我就說他是省工作 他說一個月 一個月 比薪五六萬 我說哪有那麼好的 天下沒有白癡的也在 沒有 他們只會說平安而已 他們只會說平安而已 你們不能夠去問他嗎 就是說 他問了他們 他們也絕對不會說 就是希望能夠趕快去做人 因為 他 有幾次告訴我 就是有一點在透露說 想回家這樣子 有時候要叫你交付多少錢 沒有 他們不敢去講說他們想回家 他就跟我偷偷地說 可能希望我在這裡能夠怎麼樣幫助 就是去能夠有什麼辦法讓他們回來這樣子 都是收到個案的陳情 那就透過外交部 還有透過當局的台上去了解 那因為小朋友回來的訊息也就是說 還好在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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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